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明明用着昂贵的化妆品 但是这些年该染的皱纹是一点也没有少 都说女人过了25岁 会对自己的身体发生的变化感受越来越明显 小到眼角长出的皱纹 大到身体机能都不断下降 总之过了25岁的女人会清晰感受到颜值的下滑 虽然最是无情 她能轻易带走一个女人美丽的容颜 的确 对于衰老的如期而至 我们常常感到十分无力 时间能带走一个人的容颜 但带不走一个人的习惯 一个女人最好的风水 其实不是她的五官 而是习惯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 好习惯是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 所能穿着的最佳服饰 一个拥有良好习惯的人 势必会有与众不同之处 不需要有十分出众的外表 就能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一 坚持运动 女生和自己身体相处就像谈场恋爱 你不知道她哪一刻会抛下自己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对她 马可亚夫斯基曾说 世上没有比结实的肌肉和新鲜的皮肤 更美丽的衣裳了 一个女人即使没有漂亮的脸蛋 坚持运动也会让她看起来美丽动人 这个世界上能和衰老抗衡的方法不多 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运动不仅能让人保持身体健康 更能让人的精神焕发 在坚持运动 对于一个人的意志的养成 也有很大的变异 养气女神 陈奕涵已经36岁了 即将不如中年的她看上去 依旧是大家熟知的元气少女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十分美丽青春 而她有一个好习惯 也为大家所熟知 无论刮风下雨 打雷闪电 陈奕涵都坚持跑步 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她在微博上 晒出了一张自己跑步的照片 身穿红色冲锋衣 运动明显 对着手机露出甜美的笑容 精神状态看上去十分不错 因此还被网友 戏称为地表最强孕妇 而且在一档真人秀 综艺节目中 当其他人在床上睡觉时 她就已经起床开始跑步 老公劝她下雨天就算了 不要跑了 她表示如果一天不跑步 心里就十分难受 坚持跑步的习惯 让陈奕涵 拥有了好的身材 也拥有了好容颜 让这个已经结婚生子 即将步入中年的女人 依旧绑持着元气满满的少女感 当运动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 许多好事都会悄然发生 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开始对自己严格要求 在不知不觉中 养成了受益终身的好习惯 坚持运动 能塑造一个人 更能成就一个人 二 早睡早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熬夜追剧 熬夜刷手机 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就像网络上的段子调侃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总之就是想再等等 有研究表明 早睡的人第二天起来 精神自然 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新陈代谢的速度 也会比晚睡的人来得快 皮肤的状态也会更好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好的美容产品 不是大牌化妆品 而是早睡 早睡的女人精神饱满 容光焕发 有位网友在论坛上 分享了她的所见所闻 她是一个喜欢晨练的人 每天早上五点左右 她都会在家附近的公园 跑步拉伸 而每天清神 在公园里和她一起锻炼的是 一群老人 他们有的借助健身器材 转动着自己的腰身 有的则一边击掌 一边快走 总之 她看到的是一个个 精神饱满 神采奕奕的老年人 老年人常常说 自己年纪大了 需要早睡 而年轻人也总是说 我还年轻 晚睡不要紧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为自己晚睡买单 越来越重的黑眼圈 日益松弛的皮肤 涣散的精神状态 都是熬夜带来的恶果 而那一群早睡的老年人 反而浑得越来越精神 越来越有劲 健康的身体需要从早睡开始 美丽的容颜也从早睡开始 养成早睡的习惯 不仅是对现在的自己负责 也是对将来的自己负责 三 坚持阅读 古人云富有诗书七字华 一个读书的女人 她的气质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而这种气质比外表的美丽 更加长盛不衰 充满魅力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阎如玉 读书不仅可以增长一个人的见识 更能培养一个人的品格 三毛在关于读书曾说到 读书多了 容貌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 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成为过眼烟云 不负敬意 其实她们仍是潜在的 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无言 当然也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女人最好的名片 其实就是气质 而养成气质最好的工具 就是书籍 有人曾如此评价央视主持人董青 说他让漂亮这个词 变得不值一提 董青连续多年主持央视春晚 却在事业巅峰时 依然仿美深造 从诗词大会评委主持 到朗读者独立制作人 他在各种节目里 都带有一种 令人赏心悦目的知性美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董青表示 他的卧室只有书本 没有任何电子产品 每天睡前 雷打不动 保持至少半小时的阅读 他说假如我几天不读书 我会感觉像一个人 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 多年读书的习惯 造就了董青绝佳的气质 也有了后来 在中国试词大会中 在一位选手 讲到自己盲人父亲 教自己读诗时 他脱口而出 阿根廷盲人作家 博尔赫斯的诗作 让无数人称赞他的智慧 董青的美是 由内而外扩散出来的 或许他的外表 并不是最美丽的 但他的气质 一定是出众的 若有诗书藏于心 岁月从不败美人 一个女人 只有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才不会让自己 被岁月淫没 好习惯才会有好风水 好风水才会有好人生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好看的容颜 昙花一现 但良好的坚持 却是相伴终身的义友 试着坚持运动 它会让你看起来 容光焕发 更加美丽 养成早睡的习惯 让自己的身体 适时调整 状态更佳 多读书 气质 才是一个女人 最好的化妆品 艾比克·泰德说 是否真有幸福 并非取决于天性 而是取决于人的习惯 好的习惯 不仅能让我们魅力四射 也能帮助我们 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 很多东西 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做减法 但好习惯不同 它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 等到养成的那一日 变成了一生中 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拥有好习惯的女人 必然有好的风水 人生下半场 不比五官 比习惯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 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 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